初期大廠Intel年度的創新日 將在台灣時間20號正式登場 而這次同樣是由執行長 季辛格親自來主持 而談到的主題就是AI 最夯的生成是AI 大家提到AI一開始 會想到輝達跟超微 其實初期大廠Intel 已經布局很多年了 今年初甚至還有發表 文字變成360度影像的相關AI模型 就是例如我打了蘋果 它會跳出整個蘋果的圖案 也可以看出它在AI的布局 也是相當的深入 而這一次創新日也會直接談到 讓我們聽一下 稍早執行長的預告說法 Kendel基辛格表示 會有最新的產品來發表 其中MediaLag會導入 AI的相關模型 也就是說未來會有AI的PC 除了AI之外 大家還很關心的就是晶圓代工 Intel成為晶圓代工 它的IDM2.0的計畫 包含18a還有20a 相當於2奈米跟1.8的奈米 相關製程應用也有可能在創新日來公佈 那其實這次創新日 總共吸引超過200家的媒體來到這邊 而我們也是唯一家的台灣電視媒體 參與到美國聖和西的現場 那其實這一次呢 執行長也會宣布AI跟這個 晶圓代工的最新進度 我們也會在美國聖和西的現場 為您獨家掌握